高雄男子路桥因为道路错综复杂 经常会有外地人迷路 因此又被戏称为是男子百慕达 而在前镇区竟然还有一个市区版的锐龙百慕达 因为日前有民众到当地吃排队美食矿肉饭 结果忘记把机车停在哪里 在巷子迷路了30分钟才求助远景 最后顺利找到车 但却发现了因为这里的巷道 无论是宽度建筑物的样子还有地砖 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会让不熟悉的外地人经常迷失方向 远景带领下男子找到机车非常兴奋 举手里表达感谢 原来他来附近吃矿肉饭 却忘记车停在哪里 在巷子里乱绕整整30分钟还以为不见 结果是因为巷子长太像让他搞混 停右边 结果他走出去是停往左边走 当时男子把机车停在这条巷子 人就去吃矿肉饭 但他吃完后却在这条巷子 找车找了30分钟 两条巷子真的这么像吗 你走进去的话 好像每一条巷子都差不多一样 有时候要找都找不到 男子迷路的地点就在前镇区锐龙路上 回到现场这两条巷子 分别位在连锁百货卖场两边 实际比较不管是建筑物 低砖还有巷内宽度 甚至是机车的停放方式都很类似 难怪男子会搞混 而这个地区也被称作是锐龙百慕达 早差不多一二十分钟吧 之前没经验啊 有经验的话都会先寄说 这个地方有大概一个目标在哪里 之前也很多人这样 就以为他车子不见了 竟然是在隔壁巷子 远近只花十分钟就带男子找到车 而常常让人迷路的还有男子路桥 错综复杂的道路宛如迷宫 常让机车族骑得云头转向 因此号称男子百慕达 尤其外地人不收路况容易迷路 而这个市区版的百慕达 尽管路线比较单纯 但常常还是有外地人忘记车子停在哪 因此迷路 下次来吃美食还是记一下地标 以免找不到车 新竹受到科学园区的加持 平均收入比列前茅 但是高房价也伴随而来 我们来看到最近的营造成本增加了 加上实价登陆的助攻 新竹官浦重化区的预售屋 竟然出现每一瓶要70万元的价格 远远是把六都中的四都甩在后方 也创下历史新高 而双北市跟桃园最近的预售屋成交价 也是大幅跳升了 房长专家就形容 这新建案的价格 从以往的笑死人 现在变成吓死人 近期北台湾民众购买预售屋 应该很有感 因为新建案纷纷开出天价 尤其新竹官浦重化区 每瓶价格来到七字头 加上十价登陆 真评十句 让民众直呼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个地区这个价钱是很夸张 但是更夸张的是 喊出来这个价钱 建商推出来的房子还是玩售 大家是搬进来住的 而不是所谓的投资客 台湾朝经元大国迈进 新竹因为科学园区房价水涨船高 其中官浦重化区交通方便又接近园区 新案房价最高涨到每平七十万 房价的高涨 让我们年轻人买房子不容易 很多里民买房子贷款 收入会追不上房价 许多民众认为通膨太快速 年轻人要买房会很吃力 通膨的太快了 之前其实我很想看筑贝的 那现在也其实是翻倍涨了 会追不到的感觉 不敢贸然的这样去换 近期由于营造成本增加 又有十价登陆助攻 除了官浦重化区 台北市新贝以及桃园 都出现前一件案的成交价 变成新建案地板架的情形 政府还打房 但是房价涨不停 房价也从一望开架 吓死人的情况 进入十价登陆 吓死人的阶段 记者徐志谦新竹报道 好了 我来看到 这个价格也让人觉得蛮害怕的 云林固雨子在今年产量减半 才一上市就涨了三成左右 受到疫情影响 沿海养殖业的饲料 跟人力成本也攀高 让不少业者不堪亏损弃养 造成产量大减 而云民也因为出海少 野生乌鱼补货量不如预期 进口量更是少了六成左右 而如今国内疫情慢慢出款下来 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增加了 炮客们想要品尝到鲜美的乌鱼籽 恐怕会很伤荷包 一片片金黄色的乌鱼籽新鲜上市 但今年想吃荷包里可能要多准备一点预算 包含加工前的狮子 每台金约涨两百元 加工后的乌鱼籽 平均每台金也涨三百五十元到四百元 一上市就涨三成 品质虽然是很好 但是量太少 需求量又更多 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 沿海养殖业的饲料和人力成本大幅度攀升 不少业者负担不了 干脆弃养 造成产量减五成 野生不过量也因为疫情少出海而不如预期 进口量也少六成 导致今年乌鱼籽产量减半 民众到市场购买 每片乌鱼籽的重量约从两两到八两 要比过去涨五十元到一百元不等 受到疫情趋缓 消费需求明显变大 农历年前甚至可能出现 有钱也买不到的情况 如今森多粥少价格水涨船高 口湖乡养殖和加工物浴脂的数量 是全国最多 侠取警方连同疫警和业者 也全面动员加强巡逻 就怕肖小窃贼蠢蠢欲动 让他们血本无归 记得郭正义云林报道 台南红桌投产量爆出历年新低 受到高温影响 红葱头涨不大 产量只剩下过往的一半 再加上疫情来搅局 需求量下降 让价格也跟着跌到谷底 农民就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而对此农娘书 已经到现场实地勘察了 并且严领要启动 首次的红葱头补助计划 趁着市场的价格 还没有出现变动之前 先解决农民的困境 烈日曝晒农地军裂 虽然一整排农作物 乍看之下生长不错 但直到采收才发现 头下红葱头根本长不大 农民满面愁容 过往台南葱农 八月份都会栽植早葱 没想到高温轿距 产量直接减半 而受到疫情影响 红葱头需求大降 价格也跟着跌到谷底 从美台金四十元以上 暴跌到十五元以下 这个红葱头的灾 其实并没有那么贵 应该是都差不多四十几块而已 今年拼到百二块 双重打击导致美金 栽种成本暴涨 以一百零八年的产值来说 台南一千零五十二公顷的 栽种面积 产值高达八点三四亿元 是全台之首 如今却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白忙一场 时间到早了 都没钓桶 而实际来到市场 红葱头或原还算稳定 价格也仗无变动 目前还有冷冻的这个 冷冻的 要冷冻出来 跟我们赌三天 跟这个 计划法能提高稳定 就怕这波产量 打乱平稳的葱价 农粮数将会沿你首次 红葱头补贴计划稳定价格 也让农民的心 别在堂蟹 今天红富奇台南葱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